你有没有听过外国有个新闻啊 有一个女人她遇到抢劫 周围三十几户人家都听到她的求救声 但竟然没有人帮她报警出来救她 因为那些人都觉得别人会救她 对我来说 这些见死不救的人 都是帮凶 全都有罪 每次发生这种事 总要有第一个勇敢站出来的人 这个人也会得到所有人的尊重和掌受 那你觉得要不要先问问曼姐 不用 真相就只有一个 你只需要直接说 发生什么事 你怎么被骚扰 你的感受 旁观者怎么冷处理你 这就够了 谢谢你儿小薇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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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谢 放轻松 好吗 你也去网制部啊 去做受害人 如果是呢 我劝你别去了 为什么 你之前发给我的投诉我都有看 相信你也是觉得我不喜欢曼姐 所以才向我投诉对吧 但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这么不喜欢她 也没拿你的投诉 也没拿你的投诉来整她 是因为我觉得 你的证据不够力度 但是我觉得不舒服 是我的感受 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 也有错吗 没有 你没错 但是既然我遇到你 那就义无要提醒你 这是一场直播 是公开的 会有很多人看到 女人指控男人性骚扰很容易 但如果证据不足 很容易会让网民说你是无中生有 利用女性的优势去污蔑男性 很有可能弄巧成主 但是 小薇姐她也很支持我站出来 我也很支持你啊 只是感性上 理性上我劝你想清楚 那我重申 我不是想阻止你出面 不过就像打官司 希望你想清楚自己的胜算有多大 一个不小心有反效果呢 你是不是真的能承受到